精彩的泰谷表演 为高叔国小庆祝百年 及校庆月活动喝彩 适逢学校创建一百周年 高叔国小特地在母亲节前夕 筹划感恩大会 并在今天上午举行热闹活动 包含学生表演 作品呈现等等 让也曾是校友的参与贵宾 相当感动 非常地高兴 非常地高兴 因为这里是母校 母校那以前也在这边走过 也留了痕迹 所以在学校里面的活动 一连串的话 我们都要 相公所的立场都会 全力以赴 就帮助学校完成这个百年校庆 真的要一百年的话也不简单 近年来高叔国小 以品德及特色才艺教育文明 现任克莱斯麦食品厂 董事长的校友梁国成就强调 现金学校的发展已逐步提升 教育的推广成效也越来越良好 令他感到骄傲 我们在家里面呢 能够倒垃圾 帮我们本身倒垃圾 到外面的时候呢 坐公车的时候 能够浪奏给各位老若妇孺 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也是我们乡下的孩子 能够能够做到这一点 但是这几年来 我看高叔呢 高叔的学校呢 他们孩子都有所改变 所以这是我们值得安慰的地方 水会滴到我们的卫生纸 利用毛细现象时会认子破裂 蛋猪会掉到大猪小猪 落鱼盘的轨道 学生正在解说 这次在机关王竞赛中获奖的内容 并透过实际操作 让到访家长深入了解 孩子获得荣耀的过程 而对于学校的用心栽培 家长也表示相当认可 其实我很感谢他们学校 有给学生一些发展的机会 以前都没有这些机会 然后老师也很认真 让他们去到处比赛什么的 才会发现说他有这个资质 可以去玩这些机关王这样 谢谢你让我就是 让我可以自己选择 想要学这种东西 让我去发展 庆祝百年季孝庆月活动 精彩多元 高是国小的孩子 不仅用行动 向家长表达感谢之情 亦透过一张张 点缀校园的母亲节卡片 讲述心中的爱 在妈妈的心中留下最美的纪念 评订阅报导